日劇半澤直樹在22號播出了完結篇 最終的收視率出爐了以42.2%的平均收視 打破了日劇將近20年來的收視記錄 關係瞬間最高收視更達到了50.4% 而這股風潮現在也吹到了海灣 原本到日本旅遊的人就很多了 不過在半澤直樹裡頭出現過的景點 讓很多民眾都指明要去走一趟 像是直樹在大阪上班的地方 其實就是日本的板機百貨媒體店 日劇半澤直樹最終回22號晚上在日本播出 平均收視率高達42.2% 關係瞬間最高收視率更是驚人50.4% 落在銀行行長把半澤降級調走的劇情 打破1990年以來的日劇收視 半澤直樹熱現在吹到台灣的赴日觀光 打來詢問關係旅遊資訊 原本2013年赴日旅遊人數就多 現在多了日劇加持 不少民眾指明要找半澤景點 就是比較偏南大阪 那南大阪還有像是通天閣 那還有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萬博公園 那其實萬博公園旅行團是有機會走到的 但是它比較是在春天就是賞鷹的時候 因為那是在日本一個賞鷹的名點 半澤直樹中的借亞人 飾演一名復仇的銀行員 前五級工作的中央銀行 大阪西之店 其實就是大阪的 阪級百貨梅田本店 建築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間真的銀行 原本是著名的購物景點 現在多了想來一睹半澤工作模樣的粉絲 日劇裡最愛的屋頂場景 就是梅田sky building的空中花園 中央銀行辦公大樓後方的高塔 也就是大阪萬博公園中的知名太陽塔 這些景點多了半澤加持瞬間爆紅 其實在加成效益影響的話 不管是國內旅遊 甚至是國外旅遊 它在一個戲劇或是一個傳播的力量來講 都會很吸引消費者 戲劇讓旅遊業連帶受惠 觀光業者樂見其成 樂觀預估2013年10月赴日的旅遊業績 會比去年同期成長50% 也讓人深刻感受 半澤魅力化為無限商機 UDN TV你的岳佳妮 台北報導